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 话虽如此 不一会儿的功夫 圆圆就和小伙伴们聊开了 尤其是拍照环节 更是拿出了一百分的自信 可以拍一张姐姐的照片 然后我们到时候送给我们的粉丝福利 好吗 我尽量拍漂亮一点 你怎么拍都是漂亮 我怎么被拍都漂亮呢 我还是很精心地在护肤 花很多时间在护肤上面 自从结婚生子后 高圆圆明显放缓了工作节奏 仅在三年前拍摄了一部《风铃火山》 和梁家辉《金城武》搭档 在片中饰演一位心理医生 不过该片还未上映 我很想要做一个好的演员 自己常常也会对自己不满意 比如说到搜索里面 有一场戏就是被喊咖喊了39条 还是36条 我忘了 我记得有几条 就刚开始是刚说了几个字 导演就已经喊咖了 就已经觉得是不对了 那一刻真的是觉得是被 完全被打到谷底的一个感觉 从15年到现在 更多的时间是给自己 和给家人的状态里面的 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说 有一点遗憾 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 是不是我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 看到我自己的更多的可能性 记者姚维嘉总和报道 往年6月的这个时候 是一年一度的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奖的颁奖时刻 今年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两节宣布延期 但是白玉兰奖 还是给许多人留下了 很多难忘的经典 今天我们的特别策划 就来说说白玉兰奖的哪些事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创办于1986年 至今已举办了25届 因此它也记录着许多演员 从青涩到成熟的成长史 特别是《梅开二度》的那几位 最佳男主角奖 我们请获奖者 王志文先生上台领奖 1996年第六届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颁奖典礼上 王志文曾凭借 《像春天一样》里的销量一角 成为白玉兰奖创办以来 第二位获奖的中国男演员 那时候的王志文三十而立 刚刚拍完成名作过白影 可谓褪去青涩正当红 跟我以前拍的戏 我也希望很不一样 尤其是展现咱们这个上海 上海的风土人情 和人的心理的状况 王志文在剧中 诠释得腼腆纯良 受到了白玉兰奖 组委会的肯定 但由于当年的颁奖典礼 还未设立获奖人 发表获奖感言的环节 只见王志文接过奖杯 潇洒地摆了两个动作后 就匆匆下了台 而风头瞬间倒向了 当时主持人的沈殿霞与陈潜 陈潜啊 我觉得你跟这个最佳男主角 两个长得蛮像的 是 大家都这么说 因为我们都是上海人 那我应该跟那个最佳女主角 长得像 此后凭借《行星本色黑冰》等电视剧 王志文的演技日益 受到了观众的认可 也奠定了他在观众行母当中的地位 2014年第二十届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 王志文又凭借电视剧 《大丈夫中的欧阳健教授》 再度折跪 白玉兰二十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能够站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见证这一刻 是我的荣幸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次 领奖时被主持人抢经的缘故 领奖台上的王志文 特别关注主持人 然后我得夸一夸成容的衣服 你的衣服真好看 谢谢《万人迷的大丈夫》 台上的王志文幽默感十足 而同样两次拿下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最佳男演员奖的张嘉义 也是个幽默的主 而当年张嘉义还作为 白玉兰颁奖嘉宾 给王志文颁发过最佳男演员呢 秘诀一 基本上我得奖的时候 得让那个黄志忠上来颁奖 好像两次都是他给我颁奖 我就得了 还有一个 就做点紧张 手勢冒汗 手勢一冒汗 好像就有戏 张嘉义的这一番感言 其实是在阐述自己得奖的奥秘 虽然是玩笑话 但张嘉义的实力 的确不容小觑 因为2011年和2013年 张嘉义分别凭借电视剧 《借枪》中的《熊阔海》 和《浮沉》中的《王桂林》 收获第17届和第19届 两座最佳男演员奖杯 特别想说的是 这个奖我一定要送给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 我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我太太在怀孕 我特别怕孩子将来问我说 我妈怀孕的时候你干嘛呢 我有的跟他说了 我说老爸给你拿奖去了 记得17届的时候 是他还没有出生 现在已经两岁多了 他可能不能跟我来分享这个喜悦 但是他长大以后 我希望他能看到这一段的电视 我自己夸自己一下 我是很任人演戏的一个人 有时候演不好是能力问题 但是有时候理解对了 有大家那么多帮助 你就能演好一个角色 我希望每一次都有这样的团队 这是我的荣幸 在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奖最佳男演员的角逐中 还有一位也是二次夺魁 他就是孙洪雷 2007年孙洪雷 凭借着半路夫妻中的 冠军一角 获得了第13届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奖的最佳男演员奖 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真的我想成家了 距离对爱情寻寻觅觅 这句外嘛 那年的孙洪雷37岁 可谓事业有成风华正貌 唯独感情不顺 或许是出于大龄单身青年的挤魄感 他愣是在领奖台上 由衷地发表了一段征婚旗示 我自我介绍一下 简单一点 不能发言时间太长 我是1970年8月16号 生于哈尔滨市道理区中央大街3号2180 身高1米79净凉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音乐剧班1997年 简历介绍完毕 谢谢大家 整一个把家底搬上舞台的节奏 孙洪雷电视征婚 绝对是认真的 时隔两年 2009年 他因为潜伏中的余泽成一绝 再次斩获白玉兰奖最佳男演员奖时 已经幸运脱单了 不过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有很多女孩子 就像刚才邓崔文女士所说的 迷上了这小眼睛的中国脸 对此你做何感想 让那么多的女孩子喜欢上小眼睛男生 我眼睛没那么小 我眼睛永远不会大 因为我不会因为我的相貌去整 演的角色有的好了 观众夸你演的不错 有了这些我觉得是最重要 我很满足 好好演戏 记者 姚维加综合报道 由童谣 潘岳明等主演的电视剧 《谁说我结不了婚》正在热播 这其中呢还有新人演员 董又龄的身影 不知道表演经验不怎么丰富的他 如何面对这次的挑战呢 然后最大的难度其实就是 这是我第一次拍电视剧 另外搭档的演员是潘岳明老师 陈树老师 童谣老师 就是非常非常资深强大的 电视剧《谁说我结不了婚》 丰富了陈树填磊 顶世雅三位女性 在面对感情生活和职场压力时 困惑与纠结的故事 而董又龄饰演的助理小哈 作为职场新人 和童谣饰演的陈树 展开情感纠葛 不好意思 你是陈树老师 你认识我 感情的摩擦 升温 冷淡 破冰到分散 我真的特别紧张要跟他 我还要跟他演情侣 但是他真的对我特别的 我可以说是包容吧 首都和童谣合作 起初还有些胆怯的董又龄 很快进入到了角色的状态 两人的感情戏码一路升温 有看点 有火花 他一直到昨天 他还在发微信给我说 播出你看了吗 我说我不敢看 随着两个人感情慢慢地加深 男人最终会送出 最为贵重的礼物 结婚 你是说住一起 住在一起也好 结婚好像也不错 在剧中 董又龄不仅要和童谣对戏 还和潘月明争锋相对 潘月明饰演的心理学家 魏叔常常支招陈露 如何谈恋爱 可令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 他青睐陈露许久 而直到董又龄的出现 他才意识到了这一切 潘老师 他有点常开玩笑说 他把我当儿子 但是在剧中 他偏偏我们是演 就是情敌 近三个月的拍摄期 让首度触电的董又龄坦言 迫以匪浅 而说起在剧中的担当 董又龄又露出了一副 被宠溺的幸福模样 我的身份在这个剧组当中 确实是一个剧宠吧 每一次休息就跟他们学习 跟他们聊天 那在这个两三个月中 我就学了好多 记者陈湘明上海采访报道 欢迎回来 本节目是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引用天然矿泉水特约赞助播出 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电影院关闭一百多天后 很多人都在期待 荧幕亮起的那一刻 而其实今年有许多 质量不错的带播电影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排摸一番 有些作品多的演员 可能之后要忙坏了 带应电影最多导演张艺谋 已经70岁的张艺谋 始终没有减少 他对电影的热爱 一秒钟是敦煌 一望无际的戈壁 悬崖之上是东北冰天雪地的宿沙 坚如磐石是重庆新老建筑的林次致笔 是不是已经很有画面感了 再加上由他担任总监制的 我和我的家乡 老毛子这一年可想而知 够忙了 我尽量尝试让我自己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姿态 单影电影最多男演员张艺 李线 去年一部亲爱的热爱的让演员李线享受了回被围观世的走红 之后李线便潜水去组 除了早就杀青 讲述少年成长的抵达之谜 李线接下来还有《古董局》中局 《练曲1980》 以及《赤狐书生》等几部类型各不相同的电影 这就是我自己对于自己包容性的一个试探 也许我某一面做的不是100分 但我要把各个方面都做到80分 同样有四部电影在手的张艺 也是导演的新头号 与广湖合作的八百 与高群叔合作的刀尖 呈现的都是战火年代的故事 而张艺某手上的三部作品 其中两部也有张艺 我们也期待她的演绎 战映电影最多女演员宋佳 战映电影谁加强 女演员宋佳称大王 虽然周迅 周冬雨等新老花旦 都有不少代播作品 不过翻看一下宋佳的片单 竟有六部电影之多 可敬可萨 百遍宋佳 你准备好了吗 哪怕是你的影子 和你身上的玩 我都要留住 银幕组合有新意 未来的大银幕 有些组合的搭配 也透着满满看点 聚焦海外追逃案件的 《猎狐行动》 凑齐了梁朝伟 段一红 这对王炸组合 俩人都有丰富的 演绎警察角色的经验 此次难不成还要重演 无间道的谍中谍戏吗 希望有一些新的火花 早前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到过 肖央在刘德华面前 耍大牌的新闻 其实这个谣言正是发生在 人潮汹涌的拍摄片场 该片刘德华饰演的 冷血杀手周全 和肖央饰演的 落魄龙套陈小萌 在一次意外中 交换了彼此的身份 从而引出一系列 阴差阳错的幽默故事 果然奇妙的人 遇上奇妙的事 那真是妙到家了 冲洗妈妈 冲洗他拍 别急还有更妙的 雷佳音与葛优老师交手了 此前春节荡囤积的电影 如唐人街探3 紧急救援等大片 也都在观望之中 虽然目前尚未定档 但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 记者刘冲综合 热度颇高的节目 青春有你2 相信是不少小伙伴 最近的下饭综艺 而经过几个月的比拼 刘雨昕 余淑欣 许佳琪 等9位选手 从109位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最终集结成团 而随着后浪们奔涌而来 那些大家熟悉的前浪们 也在努力修炼 提升自我 哈喽 东方卫视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菊 2018年 王菊以踢馆选手的身份 参加了女团青春成长节目 《创造101》 很快便以鲜明的个人特点 积极乐观的性格迅速出圈 最近王菊参与录制的一档 恋爱观察类节目 《喜欢你我也是》 也正在我们东方卫视热播 对于接下来自己的职业规划 王菊也有明确的目标 去年就拍了一部电影 其实我还是想更多的 往影视方面发展 比王菊更资深一点的 是2013年加入女子团体 SNH48的居静一 大家好 我是菊静一 作为团体中的人气队员 她曾在20162017连续两年 拿到SNH48的 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冠军 而今年年初 她还参加了央视春晚 你看到没有 我又聪合成功一队 也太厉害了 三两季就聪合成一队 11月份吧开始 就去排练嘛 省了之后 就可能省好几轮 这些依旧年轻的前浪们 经历过大浪逃杀的残酷 如今在新人层出不穷的时代 他们也更珍惜手中的机会 步履不停始终在探索 更多元的发展路径 你只要在工作 你只要在做事情 其实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了 记者胡良斌 北京采访报道 好了 今天的文艺新天地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